大家好 我是胡子 其實呢 我有一個夢想 這個夢想自從我小時候在自然科學課本上面看到 人類首次登陸月球那張照片的時候就埋在我心裡面了 沒錯 我的夢想就是 登陸月球 應該還蠻多人有這樣的憧憬吧 所以我從小就幻想著 也許有一天我能夠登上月球去看一看 那說到登月呢 就一定要有火箭才能把太空船送上太空嘛 那最近呢 我們剛好就收到了來自 Clean Bar Beer的中秋節登月計畫 他們想要集結眾人之力 挑戰用這種啤酒鋁罐製作火箭來升空登月 那為了祥哥們的號召呢 我們今天就試著來用這種啤酒鋁罐來製作火箭吧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說到火箭呢 當然就是需要一個裝燃料的燃燒槽 然後再一個火箭升空的尾翼一個彈頭的那種結構 所以基本上的思路就是把裡面的啤酒喝完了之後 往裡面的空間給它填充燃料 接著把這個罐子的底部這邊做一個頭 然後旁邊這邊做上尾翼 從底下電燃 它就應該可以變成一個火箭升空了 但是這個思路有一個致命的問題 就是這種鋁製的一開罐呢 它是從側面這邊打開的 也就是說如果往這邊填充材料的話呢 它會在旁邊這裡噴火 那這樣子一來這個鋁罐火箭升空的時候呢 它鐵定會開始瘋狂旋轉 然後直接墜 所以我就想說要不要用我之前買過的那個開鋁罐的開罐器 直接把這個鋁罐的上半部這邊全部都給它挖掉 但這樣做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憑我們現在的技術 我們把這邊挖了那麼大一個洞 我們沒有辦法在填充燃料之後 再把它縮小 收到一個適合它噴火的洞 畢竟根據我們之前做那個消糖火箭的經驗啊 這麼大一個洞在那邊噴火的話 它產生的推力一定不夠的 要限制它的出力 但我如果要在前面這邊做一些加工 把它那口縮小的話 裡面燃燒那個推力 應該是會直接把我加工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給它推掉 於是呢 天才的我轉念你想 欸 既然我們不能從上面這邊開洞 我們要不要從底下這邊開洞咧 嘿沒錯 你們看底下這邊 它整個又光又華 而且最後是一個正圓形 那我只要直接在這個正中心這邊 打一個洞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它當成火箭的噴嘴了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啦 那火箭噴嘴的部分解決了 燃料槽的部分也解決了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燃料 礙於台灣的現行法規呢 我們現在一般民眾能用的 正監火箭燃料 也是只有消糖而已 但是打那麼小一個洞 要填充消糖 真的是有一點困難 哼哼哼 沒有關係 燃料的部分 不就在這裡面嗎 沒錯 大家都有喝過啤酒吧 只要不這樣子把它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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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接著呢再做一個類似像敲敲板這樣子的結構 在尾端這邊來裝一個釘子 那敲板的長度要稍微抓一下 讓我從這邊踩下去的時候 另外一邊剛好可以翹起來搓到這個鋁罐的屁股 那為了避免這邊踩下去的時候 在整個架子被頂起來 所以呢我們要做一個底板 把它全部都限制住 這邊來理論上 我只要把這個火箭頭做出來 尾翼做出來 然後用力搖了之後 放上這個架子 然後接著用力一踩 它應該就可以 這個去你的放 這種事情不實驗一次是不會知道的 那我們就把這些材料給準備出來吧 來 OK 憑我們現在的木工技術 製作材料的部分 現在應該已經不需要剪進影片裡面了吧 OK 那我們就把它組裝起來吧 完成我們的啤酒火箭發射裝置 那基本上它的運作方法 就跟我們剛剛設計的一樣 我們在平台這邊開的這個洞 剛好可以讓翹翹板的這根釘子這樣出來 然後啤酒火箭呢 那就是放在上面這邊 這樣子它剛好差不多可以戳到它中間的位置 不過以後這個裝置在靜止的時候 翹翹板有盯著那一頭就已經是在上面了 所以在運作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拿一個重物啊 像是我們之前磨的那個石頭 像這樣子把它卡在這邊 這樣子我從這邊這樣踩下去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把石頭頂開 然後順利的在罐子底部這邊開一個洞 讓裡面已經被加壓過的啤酒噴出去啦 好 那既然這個裝置已經做出來了 我們就立刻去試試看看吧 OK 那第一次測試呢 我本來是想說用腳踩啦 但是我怕用腳踩它會有一點沒辦法打到中心 所以我剛剛順手拿了一個錘子出來 我想說就這樣子敲下去 應該就可以打到中心了 來 我們來試試看吧 3 2 1 感覺好像還行對不對 OK 多放兩個石頭 這樣底座應該更穩了 好 那這樣看起來呢 這個裝置運作得非常順利啊 我們就立刻來準備測試吧 來 啤酒火箭 增加壓力 巴爾畢爾啤酒罐火箭1號 FIRE IN 3 2 1 哇 這樣把它頂起來 然後沒有把它戳飛欸 我們再來試試試看 第二次試射 FIRE IN 3 2 1 它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你看它確實是噴得滿大力的 剛剛應該是被這個釘子這樣子捅飛起來 然後轉了兩圈 倒在地上 它再繼續噴 這個推進的力量感覺好像不太夠對不對 如果它推進力量夠的話 它在地上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子往前跑的 所以看起來這個方案的推力還是不夠欸 我已經想了這麼多方法了 最有可能成功的這個方案居然都失敗喔 傷腦筋 不然現在天色也晚了 不然我們先去吃飯好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嗯 你好 請問幾位 一位是嗎 準備坐 參考給你參考一下 需要什麼跟我講 老闆 機肉有兩千 OK 沒問題 要死你喔 你的機肉太好了 不好意思 老闆 我想喝一瓶啤酒 OK 秘魯倫光喔 客人 要不要給一杯我們的冰啤酒呢 我們的冰啤酒配我們的雞肉串 更好吃喔 自從開始飲控之後 已經整整半年沒喝到啤酒了 不知道有多久沒有體驗到冰涼氣泡 在嘴巴裡爆發的感覺 如果現在能來一杯啤酒 應該會很快了吧 不行喔 我都成半年了 還有什麼熬不過的 老闆 我一杯 我一杯 五湯瑜好了 五湯厲害 五湯勒 鬍子 你其實想要喝的是啤酒鬼吧 你們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鬍子啊 你知道你的慾望 就像一隻灌滿水的水螺精 如果你不釋放壓力的話 它不是會爆炸 應該 喝一口沒關係吧 欸鬍子下班就是要放手一下吧 躲牙后啊 好啦好啦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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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這算是可惜 對 對 太好了 給鬍子一罐披薩 一罐Keymah Beer Clean Barbeer 這樣才對嘛 好賺快 這就是Clean Barbeer嗎 也太好喝了吧 喝了Clean Barbeer 我有新的想法了 好喝吧 但 注意啦 他有付錢嗎 雖然說Barbeer他們是想要挑戰用啤酒罐來製作火箭 但他們也沒有說只能用啤酒罐來製作火箭 所以呢 我用這種寶特瓶水火箭外面貼上這個Barbeer罐子的鋁殼 然後把裡面的水換成啤酒的話 應該也不算犯規吧 畢竟我也是蠻好奇 如果把水火箭裡面的水換成酒的話 它飛起來的效果會如何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測試看看Barbeer酒火箭 來 我們離開來開始準備發射吧 這一次呢 我們要把裡面的水換成酒 那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最佳的比例好像 多少來著我忘記了 最佳的比例應該差不多是容器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 感覺就很會噴 你看它裡面已經這麼多氣泡了 來 上糖 OK 興奮起來了 來吧 一切準備就緒 Barbeer酒火箭二號 FIRE IN 3 2 1 GO 太高了吧 太刺眼了 在哪裡 下來了 它剛剛直接一個飛進太陽裡 我完全捕捉不到它耶 它飛得超高超直的 而且我滿意外的是 我沒有做什麼降落傘 也沒有做什麼緩衝什麼之類的 它這樣直接落地 它整個保持得很完整耶 它到底飛多高 我好好奇喔 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裝在這個火箭頭裡面的秘密武器 高度計 我看一下飛得多高 六十六公尺 我的天啊 我記得我小時候做水火箭都沒飛那麼高耶 六十六公尺幾層樓啊 二二三 二十二層樓多耶 太扯了 所以看起來用酒來取代水當成燃料 做成九火箭這個方案 是完全可行的 不過 六十六公尺已經很高了對不對 但距離月球還是 還是有滿大的一段距離 所以我覺得 我們再把它稍微改進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讓它飛得更高 既然一節火箭不夠 我們就用兩節 各位 本頻道第一隻二級火箭 霸必爾三號 爆彈 這個原理我們也是研究了好一陣子 最後在到處採買材料的時候發現 網路上已經有人做出 跟我們預想中完全一模一樣的版本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個二級水火箭的 分離器給買回來了 那它的運作原理是這樣子的 首先要把兩支寶特瓶底部開動 然後用這種空心牙棒跟防止漏氣 用的矽膠墊把它鎖緊 那底部這邊就加上 水火箭常見的這種氣嘴跟尾翼 那接下來呢 就是最關鍵中間的這個 分離器 那這個分離器 其實也是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上半部的部分比較簡單 就是一根剛好可以鎖在瓶蓋上的管子 那下半部的部分就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它一樣是一根管子 但是這根管子 它是稍微有一點點彈性的矽膠管 然後這個管子底部裡面 它有一個單向閥 當火箭的上半部這樣督進去的時候 各位可以感覺到 這個摩擦力是相當大的 這邊爛兩節火箭連接在一起 從底下這邊打氣的時候呢 空氣就可以經由這個逆子閥進到火箭的上半部這邊來 但是因為這個艙體裡面它的氣壓相當的高 所以空氣會從這個管子的兩邊這樣子壓住 進一步的增加裡面的摩擦力 讓它不會脫落 但是當水火箭發射的時候呢 以下這兩節的氣壓就會從這個噴嘴噴出去 變成火箭推薦的動力 這裡的高氣壓就消失了 也就是說這個管子就不會繼續被夾住了 這邊火箭上半部的氣壓就會推著燃料 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面爆發 把這個藍管子從白管子裡面推出去 進而實現在空中能夠二次加速往上串的二級水火箭 那這原理基本上是這樣子啊 旁邊你們看到這些東西呢 就是我們買這個水火箭噴嘴的時候 順便看到它有降落傘 我就順便把它買回來了 因為其實水火箭它應該會飛力比較高嘛 就是給它一個降落傘 不然可能我們要飛一次才摔壞了 好那既然火箭已經做完了 原理也講解完了 我們就立刻出去試飛看看吧 OK 一切準備就緒 我們來準備發射吧 你說要先加9 對 OK 來 各位 我們巴爾比爾9火箭3號 燃料填充完成 剛剛心跳超快 我超怕填到一半的時候 它直接就爆開了 可以了 我們再來看看這支二級水火 跟著 二級9火箭發射的高度究竟可以到多高嗎 來 燃燒 3 2 1 來 喂 為什麼 它應該是要直接就飛出去啦 沒事 我們火箭發射的時候 本來就有可能遇到這種狀況的 然後我們重新再塞一遍 OK 巴爾比爾9火箭3號第二次試射 FIRE IN 3 2 1 可以了 哇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耶 它一開始沒有發射的很順利耶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卡扣結構的關係 理論上它應該是要 兩截上去才對 但是 它剛剛看起來是 第一截在地上很快就已經脫落了 我們做的降落傘 它也沒有順利啟動 哈哈 問題太多了吧 這個應該不是這一截的問題 這個絕對是底下那一截的問題 它一開始就要直接射出去的 好吧 那我們就再下一次看看 OK 來 一切重新準備就緒 FIRE IN 3 2 1 其實這樣目測起來 好像沒有我們一級火箭射的高耶 那不然我們再調整一下再試試看 FIRE IN 3 2 1 2 1 火 哇 各位 最後一次了 我們已經沒有燃料了 最後一次 巴爾比爾9火箭3號 最後一次測試 FIRE IN 3 2 哇塞 這次是蠻高的 好像會比較高喔 我一度找不到行在哪裡耶 快點吃的耶 對啊 為什麼 我們這次到底哪裡做對了 各位我們剛剛 我們在這邊試射了 五六次了 我們已經把帶來的那個啤酒 已經全部都用完了 我們還對水下去了 結果最後一次居然 欸 它好像飛得很高耶 五十九公尺 還是沒有比第一次高 雖然說它這一次已經成功的垂直上去 然後第二節分離的時候也是垂直的再往上噴的 但還是沒有比第一次高 欸 各位我們剛剛一直卡在這個問題就是 每一次那個火箭飛上去的時候姿態就會歪掉 然後二級分離的時候呢 它就會 往旁邊這樣射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把這個尾翼啊 還有整個彈頭的這個方向啊 整個那個重量配置啊 各種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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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終於一個不小心給它弄兩次都垂直了 結果居然高度還是沒有比第一次高 哇 所以呢雖然說我們今天成功的做出了二級火箭 但我們還是沒有突破紀錄 我們離月球還非常的遙遠 不過沒有關係 雖然說憑我們一己之力 沒辦法做出真的能登月的火箭 但是集合眾人之力我們或許就辦得到喔 沒錯 我們現在只要用Barbeer的AR遊戲 一起登月Bar 就可以用啤酒罐輕鬆製造火箭啦 那我們就立刻來看看這個AR遊戲到底要怎麼玩吧 那點進去之後呢 是否一滿18歲 Yes 好那我們先來幫火箭命個名啊 那我們就取個阿胡蘿一號好了 我叫胡蘿蔔 阿胡蘿一號 進入遊戲 OK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堆疊啤酒罐啦 由上往下掃 那我們這邊六罐 我直接做出一個超巨大火箭 一罐 兩罐 四罐 五罐 六罐 要以六罐Barbeer打造你的火箭 確定 喔 有了 我的Bar罐在這裡耶 好酷喔 確定 前後移動鏡頭查看細節 哇賽 你看他現在在我的鏡頭 一邊做這個火箭我一邊可以看耶 很酷耶 五秒內快速點擊 阿胡蘿一號 Fire in five minutes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Fire 這真的升空了 而且我的手機還可以跟著它這樣子看耶 哇 超帥的 耶 各位我們的阿胡蘿一號 升空成功 耶 就這麼簡單 哇 欸各位我覺得這個APP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現在只要點擊說明欄還有置頂連結 然後準備好你們的Barbeer啤酒罐 就可以玩這個遊戲還有機會拿到大獎喔 大家趕快去玩遊戲造火箭 讓我們一起上個月球去找長蛾吧 OK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的話呢不要忘了 既然在分享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點旁邊小光光 或者是我的胡子Live 跟Instagram看一下 那麼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胡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